王俊凯刚与上海与自己的那项亲密接触 后又当夜赶回北京了 还为了能与王源同级特意改了班次 真是兄弟很有爱的 两人虽然不是一起同步离开 因为考虑到安全和身边人的因素 下机也是分开着走 这样也是避免了粉丝拥堵的问题 看着下机的照片 王俊凯是第一个走出来的 可以说简直酷毕了 戴着压车帽和口罩 右手还直接插在口袋里面 造型凹得太初次 赶回北京也意味着训练强度要加大了 毕竟演唱会也近在眼前了 要是还不好好排练 那真的非常对不起 期待已久的粉丝们 虽然这段时间肯定会非常的累 因为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时候在训练上面 但是这种泪板如回到了初心 与众舞者一起在排练房排练走流程 这种辛苦还是非常的值得 毕竟演唱会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开的 背后幕后都要下很大的功夫 才能把一场演唱会给搞好 这样举办演唱会也才有意义 要是随便上去唱几首歌纳粉丝肯定也是不买账的呀 虽然小编是没法到达现场的 但还是能通过直播感受到现场的气氛的 投入训练中的王俊凯会不会暂时潜水一段时间呢 大家可不必担心 因为王俊凯最近的新戏天坑英殿不是要上线了吗 预告视频可以说是非常精彩了 王俊凯作为剧中人物 张宝信和宠物白鹰真的非常有爱吧 让人值得一提的是王俊凯在剧中的打斗片段 虽然开始十分青涩 但也是有很大的进步 粉丝看着自己的偶像 被打真是心疼极了 虽然王俊凯也是打了别人的 身穿着貂皮大衣 在人群中成为焦点 这就是所谓是主角光环版 被坏人的皮靴狠狠踹了一脚 整个人直接飞出去了 真的危险指数很高呀 再说王俊凯也没受过专业的训练 这样是非常容易受伤的 但是打倒了就重新站起来 下一秒反击坏人 大长腿还是有优势的演起吴打戏 还是特别有发 王俊凯身上的弹弓也是特别抢眼 一般都是刀枪防身 而他仅仅靠一把弹弓就能防身 这样的与众不同 真是让人非常不紧 也让人非常的好奇 这样一把小弹弓威力指数到底有多少 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也备受期待了 你们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